你的灵魂使命 完成的事情 然后协助地球的扬声 由越来越多的个体觉醒 所创造的光的频率 正在溶解之密的链条 和存在数千年之久的成就的分离能量 这些能量一直都在屏蔽那永远存在 但众明却无法获得的 更高的合一和爱的频率 常常在不经意之间 你在完成你在此生的使命 每次当你透过消极的外表 看到潜在的事实时 当你耐心地对待某个 粗鲁或麻烦的人时 尤其是每次当你看着别人的眼睛 承认隐藏在他们之内的基督时 光的工作并不局限于 灵性导师或那些做传讯和 疗应能量工作的人所做的事情 光的工作是每一个觉醒的人的活动 是从一种合一的意识中去做一些小而普通的事情罢了 光的工作是由机遇实现所有生命 包括自然芒果的神圣本性的那些行为所组成的 尽管你们在做的时候 可能毫不知情或者完全与兴趣无关 无条件的爱绝不意味着让自己成为某个人 某些人或某个组织的垫脚石 许多人仍然坚持一个陈旧且错误的教义 为了成为一个真正有爱心的人 就必须牺牲自己 在你正在做一个有爱的人幻觉下 停留在一种虐待的关系中 是一个非常三维的概念和对一个人的神性自我的侮辱 如果一个人忽视 牺牲和否认自己神圣的个性 他就没有什么可以给予和分享的 这个信念不仅是错误的 也为许多人创造了一个进化的障碍 牺牲你自己不是 也从来不是 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的必要条件 有时生命的业力平衡必须发生 这是在出生前计划好的 在一些其他情况中 一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为另一个人牺牲自己的生命 而我们所说的愚蠢和不必要 是一个人的自我 屈服于其他人或团体的突发奇想 欲望和规则 你是自己的主宰 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 这就是父权 作为灵性觉醒的个体 你需要知道并实践出你最高层次的觉知 同时准备好自己的手 以便在他人真诚地伸出手求援时 你随时能够握住他们的手 然而 你的工作不是深入到别人选择的阴沟里 在他们满足于留在那里的时候 把他们拉出来 因为这样做 你剥夺了他们的工作 他们的功课 他们的成长 在无条件的爱和支持之间 在帮助和干涉之间 在区分打算和刚需之间 存在着一条微妙的界限 每一个个体都处于物质形态中 通过地球上提供的经验来学习和灵性成长 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来做出选择 在了解这个道理的过程中 要始终让你的直接引导你去判断 具体哪件事是哪种情况 一些似乎生活在困境中的人的现实是 他们选择出生前激活 并重新体验过去生活中的旧习惯和细胞记忆 以便一劳永逸地清除并超越他们 这并不意味着 你不能在有明显需求的地方提供帮助 但它确实意味着 你要明白实际情况 往往比表面上看到的要复杂 能量变得非常强烈 并将持续一段时间 你们中的许多人 正在经历精疲力竭和清理所带来的症状 甚至在旧问题重新激活和清除时 重新经历相同的身体症状 扬生过程此时正处于曝光阶段 光明已经开始明亮地照射到 许多人藏匿其中的黑暗角落 这会让人不禁认为 事情正在变得更糟 而不是更好 而为了唤醒那些继续相信 任何拥有权威地位的人所说的话的人 曝光是必要的 当这些隐藏的问题浮出水面时 无论多么令人厌恶 都要欢欣鼓舞 因为这将带来改变 有些人耐心地等待着 似乎一切比现在更好的美好往昔地回归 事实是 过去已经终结了 一去不复返了 因为形成它的能量已经不存在了 计划就是这样运作的 今天是新的一天 许多在过去运作良好的概念和信念 要么正在解除 要么开始以更高更好的形式显化出来 对过去的怀旧只会阻碍一个人 体验他所怀念的事物的崭新的更好的形式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一切都在正轨上 试着不要因为你看到外面发生的事情而气馁 进化是一个过程 这个世界很好的处于这个过程当中 一切都不会在瞬间改变 因为创造第三维度信念体系的能量已经存在了数千年 并且仍然有许多人在创造它 你们必须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 因为你们是源头意识 你们是创造者 你们是创造一个新地球和新的集体意识的人 来自许多不同进化了的星球的存有 正在观察并随时准备提供帮助 但是地球上的人们必须肩负众人 择无旁贷 为了帮助大众 没有业力问题需要解决的 非常进化的灵魂选择投身为人 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问题 因为他们没有与三维的信念体系保持一致 导致他们周围的一些人试图强迫他们 把过时的编程加注于他们身上 因为人们相信他们有一些问题 如果信念编程不起作用 就给他们使用药物 这些光之儿童需要被保护 培育 倾听和慈爱的引导 直到长大成人 因为他们是未来新地球的灵性 政治教育和健康领袖 不同于你们今日的状况 他们是来服务于他人 而不是他们自己的 关于一切事物的渊博的新思想 正等待着人类准备好接受他们 长期一来 奇幻小说和电影一直在挖掘许多真实的东西 然而 集体意识必须进化到 将这些奇妙的想法和技术 用于统一而不是用于武器 而集体意识还没有达到那个水平 那些理解这一点的人会感到悲伤 因为他们观察到 在这么多人的意识中仍然是稠密的 尤其是那些被选中来领导的人 让你们自己保持在光的能量中 亲爱的 因为从外表来判断是很容易陷入沮丧和悲伤的 在一天当中时常冥想 持续一两秒钟的时间 在你的中心休憩 然后去意识 或合复是一体的 想象你的能量场充满光 不要用致命的三维问题来喂养你的意识 想象一下 在你每一天的生活中 你所见到的每个人的心中 包有一颗璀璨的钻石 活在这个世界上 但不要为它而活 从一种合一意识中做出的善意和爱的小举动 能够帮助某人在灵性上准备好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只有当你被直觉所引导 而感到某人准备好接受真理时 才能教导真理 强行把自己的宗教信仰 告诉不感兴趣或灵性上尚未准备好 听这些内容的人 这是出于小我的行为 而不是一种灵性的行为 将灵性知识强加于他人 即便信息是真实的 也是一种自以为是的行为 相信他们拥有关于神的所有正确答案 因此其他人也必须相信同样内容的宗教和个人 实际上反映了基于二元性和分离的人类小我 你们不再是普通的三维人 你们正在毕业的过程中 必须停止认为自己是过去的那个人 如果这不是真的 你就不会阅读甚至理解这些信息 你们的工作已经开始 你们在此时投生的理由已经到来 从旧的信念系统中释放任何你仍然可能持有的 残余的错误理念 在你的每一天开始的时候 就设立如下一图 从你最高层级的觉知水平出发 服务于大众的最高和最佳利益 这就是你们的灵魂使命 这就是你们的工作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在这个变化和进化的强大时刻 在地球上 然而 这并不是说在完成你的使命的时候 你不能享受生活的乐趣 我们是大脚新群体